字幕作词 李宗盛 從高雄回來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時間點 上面你會覺得我說的東西有一點衝突 可能跟之前你們看的影片有點衝突 是因為那台車回來是這個 剛從高雄回來的隔一兩天我們就拍了那個推車的影片 所以那個裡面是還沒有經歷過那麼多後面的事情 比如說留言啊 比如說這個召回事件那個都還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我們先拍了 那是因為後面 本來上片之前呢又遇到這些招休的事情又看了很多人留言 然後我又發現了一些問題 我才緊急的又拍了 一個就是你們 前兩個禮拜看到的影片我說這個 煞車會有那個頓挫感 那後來才發現 還有這個召回的事情 還有這個回覆留言的東西啊 那那部拍了因為比較 及時嘛 比較符合當時正在 招休的那個時間點 的這個事實所以我們就先上了那一片 那上了那一片之後呢又隔一週我們放了回合 會員推車 JUKE的那個影片 我們是為了不想要讓 觀眾朋友覺得我們一直在炒作這台車 我也怕觀眾朋友看膩 我等小時一個禮拜 連續三個禮拜都在看這台汽車業的Nokia 對不對 連續看三個禮拜人家也會煩 所以我們就把它抽掉 所以你現在來看可能 真的會有一點 冷卻 那我可以預期到可能 他的觀看流量也不會太好 因為這個話題其實事實上已經 現在在CD當中嘛 現在原廠在CD中 冷卻中嘛 對不對所以這個 我也預期這集流量 可是我真的為了觀眾朋友觀看 不要說我們一直在炒作這車真的沒什麼好炒作 因為再弄下去我就掛了 我那台好想賣掉 那個160萬我回來買個三台五台focus 不知道已經賣到哪邊去了 你知道嗎 我一台160放在那邊 跟我說一天一千五 我每秒幾十萬上下的人 你一天1500 大恩大德 感激不盡 這樣 對不對 我請賣掉 錢拿兩個 還要緊吧 你不能拿幾個杯子來 叫我等一天1500 我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 不要1500趕快弄好讓我可以賣 車子該修正的 軟體該修正弄一弄 讓我趕快賣 處理一下好不好 我不要你的1500一天 我要把160拿回來 拜託拜託 我覺得也不是 輪子那麼簡單 輪子你回去用用用用用的就好了 我影片 出來以後 很多人都出來講了 不是啊 我買之前你們怎麼不快點跟我講 為什麼要等我買完了 你才出來跟我講 沒有這個怎麼算 這個是幾度電 幾度電充電多久 我拿個杯子在那裡 我不在講爸爸哥 爸爸哥很熟的好朋友 我只是在講說 這麼多的人 在後面都跳出來講 那里程怎麼算 為什麼我買之前你們都不教我 我也不懂啊 我也消費者 我也是看 YouTube來 決定要不要買車 對不對 我也要參考啊 你像我買218GC 我就是看 Andy老爹 他在介紹218GC 那這麼帥 烏光玻璃 明天才誰來聽 不要等我買完了 我說怎麼跑不到 怎麼跑不到 你才出來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有幾種 算法 有什麼美國的 有什麼歐洲 有日本的 這就是什麼2030 恆定 開幾公里 然後再改成幾公里的速度 然後再開多少 不開冷氣 輪子跑 我都沒有做功課 我都有看 很多 介紹 我相信連我都這樣做功課 很多消費者應該都跟我一樣 對不對 不是啦 你講 講好是沒關係啦 只是我覺得 反應真實的里程 也沒有不好啊 你看現在 還不是那麼多影片 都在反應說 不是這個里程式 高雄到台北 有很多上坡 因為又是下雨 對不對 對於這個電動車來講 是硬商 有這個風阻係數 摩擦係數 有沒有 對不對 你現在也是在說 不是一樣 早講完講都要講啊 開抗改單了嗎 不知道 我好猶豫 我本來要改了 我老婆 叫我不要改 因為 我不知道我很痛苦 我好痛苦 不要提這個問題 我本來已經鴕鳥心態沒有去想 我不想那麼快買電動車 然後 但是我又很喜歡 他旅行車的樣子 因為你叫我去買他的先輩 我會覺得跟之前那種 Panamera那種都很像 然後你叫我買高一點的 凱燕的coupe 我又 覺得太大麥了 我其實我是喜歡開 底盤低一點的車 以前會去換底盤高一點的車 就想說 試看看 以前都 開底盤低的 然後想說空間會比較大 老婆坐得比較舒服 所以我現在也很尷尬 然後我本來我想要去換凱燕Coupe 我老婆又說 你要凱燕Coupe 你就乾脆 台抗試看看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台抗那個外型 大概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尷尬 或者是我乾脆不要買push好了 我也有想 我乾脆去買別的品牌的車子好了 你想想要花那個錢在別的牌子 那就感覺你去那個 譬如說青菜松江路酒店 你去那裡消費 花五萬 花八萬 你今天你那個錢 如果到越南小吃部 好你大爺 你進去 裡面第一名都給我看出來 你懂意思嗎 我拿這個 買泰康的這個 4S的這個錢 我到米林 我感覺 不要說可以買到第一名的 不要說可以點台 點到第一名的紅牌 不用說 前三名我總叫得到了吧 也是一種感覺啊 對不對 我這錢 我去北京店 我做大爺 搞不好還有找 可以買到頂一點的 S 要問說我為什麼 不賣S 其實很單純 就是 S的這個 我覺得他的客群的問題 S系列7系列 我跟你講 我不喜歡賣那個 除了那個車本身 我覺得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的感受 不是一定 答案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你看 B&W 賓士我們講雙B就好 其實各種車 我覺得都蠻適用的 我就很奇怪 我就覺得說 福特 從 Fiesta Focus Mondale 我覺得越 賣越貴的 單價越高的 排氣量越大的 問題越多 然後修起來越貴 比如說 賓士 A系列 B C D 一直到S 我就覺得他越頂 你看 E Class跟 S Class 越頂 修起來越貴 然後我覺得 小毛病越多 BMW一樣 你從 1234567 7系列 5系列 我覺得已經修理很貴 毛病蠻多了 明明就一樣的東西 差不多的東西 你看雙B 不管是什麼系列 他只是車體不一樣 配備不一樣 可是很多引擎都是一樣 可是很奇怪 我會覺得 數字越高越頂的 我就覺得他 奇怪小毛病怎麼比 3系列多 比如說7系列 怎麼看我就覺得 比5系列的問題多 修起來又更貴 配備又更好 比如說氣壓避震最常修 Lasus也是 LS460 有沒有 修理起來 整個角色 7系列 S系列我都不賣 現在5系列我都很少賣 我了不起到4系列 你們如果有比較常在 在看的 比較常在看我的 這個 公司的車的流動 你有沒有發現 5系列都很少 你車如果問題又多 你真的很累 這個就是單純的一個 我自己遇到的一個 感覺跟經驗 你們自己這個稍微理解一下 所以我就沒有賣 不要賣 選配有算奢侈稅嗎 選配也算奢侈稅喔 你車買200萬 你選到 超過400萬 一輛奢侈稅 除非 你車子進來 比如說398萬 沒有過奢侈稅 你回來以後 發票開出來了 沒有科奢侈稅 你在台灣加裝配備 那就不算了 大陸有很多車款是台灣沒有的 我雖然沒有什麼政治傾向 我真的認為在這一塊 大陸真的是 領先蠻多的 到底要講什麼 對岸 中國 內地 那怎麼講才不會被炮 我都可以 好不好 你們教我一個說法 我OK 我覺得光在車這一點 我是覺得 他們的進步到 有看得到 真的蠻厲害 真的啦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 有沒有 他們的那個 好像在山東還哪裡 不是有個地方 他們自己可以做了很多的 這個電動車 可以做任何造型 做成麥拉倫造型自己用那個 玻璃纖維慢慢黏 有沒有 每次我看到國外還有什麼泰國 哪裡他們改的一台車有沒有 昨天我還看到 我的社群有人分享說那個 國外把MR2 好像泰國吧 把一台MR2改成 保時捷 911的樣子 我真的覺得那個是 很棒 你知道嗎 我常常講 這麼多的這個 大廠 都是從車庫開始 賈伯斯 做電腦的 微軟的 比爾蓋茲的 人都為車庫開始 從小小的開始 可是 不好意思喔 我家連車庫都沒有怎麼辦 法規有時候要 與時俱進 對不對 你要發揮想像力 比如說我們常在改車好了 我們也常有很多想法 可是 礙於法規嘛 弄一弄 改一改 不行 也不能驗車 然後也不能 也不能上路 不能領牌 會被尿 我們就被受限了 我們的開發能力 我們的進步的能力 就被受限了 所以我看到 那個我常會去看 對岸大陸那邊的一些車評的影片 他們去買電動車回來 比拼什麼 那個預算都很高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我覺得自由度很高 感覺比較會進步 你從土砲開始 很多東西台灣以前在改車 以前比較沒有管的時候 也是從土砲開始 可是問題是我改一改 那個車就沒辦法賣 沒辦法驗車 沒辦法過戶 對不對 很多改裝品可以買 可以賣 不能裝 驗不過 那我覺得就整個阻礙了 社會的發展 我是這樣覺得 當然也有人會說 他們那邊的市場有多大 對不對 他們那邊那麼大市場 我們真的那麼小的市場 對不對 我們這邊 為什麼要一直在那邊研發引擎 我們根本就不用研發引擎 我們市場那麼小 我們研發引擎要幹什麼 等等等等的 當然這個市場不一樣 只是說單純我們去看 也有很多人講說 你看 韓國人家保護 他們的汽車產業 保護得這麼好 你看人家發展到怎麼樣了 反觀台灣 怎麼樣 那個市場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台灣 很可惜 台灣的車燈 避震器 很多 改裝品 外匯賣多好 你怎麼知道 你看那廟老大那 那都外銷的 對不對 台灣的那個 能力是OK的啦 只是感覺都被 被卡住了 真的被卡住了 對不對 我用一台天竹鼠車車 我也很想要塞處理 洗洗的 不管老車 不管改裝車都好 13 Volvo S6T4 雙離合器的通病 操控的點 要注意嗎 看網路避免 急踩油門 起步先入行 到一個速度再踩油門 這我之前講過 DSG雙離合器的變速箱都類似 跟大家再講一次好了 這很久沒講 像這種雙離合器變速箱 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 切記 那種你開 有那種 快速採放 有些人習慣 好像有人 騎摩托機 動彎頂就這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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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樣你不要 油門 然後馬上要踩煞車 煞車完馬上又要擔油門 又要接油門 你要讓那個電腦有一個 跟那個離合器有一個反應時間 那電腦沒有辦法理解你想幹嘛 你快速的 煞車油門煞車油門 你到底想加速還想煞車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那個齒輪不知道該退還是該接合 就在那邊一直弄來弄去一下就掛掉 所以就是你的 其實也不是說什麼 乳行到一個速度在開始踩油門 而是你給他的指令要明確 你要起步你就油門踩下去 我就起步 不要踩一點點 我是要慢行 還是我要怎麼樣 他不知道 你要踩下去我起步了 油門放開踩煞車 我要煞車了 不要指令不明確 你們自己用一個稍微 因為我是理工直男嘛對不對 你稍微用一個理工科的一個角度去想 我們下一個指令給他 那夠明確 你要走了 好我就讓你走 你踩身了 你就是想要衝 我就衝 你就給他這個 指令明確 不要在那邊跳探狗 電動車硬商是可行駛里程太短 電動車 電動車這不要在 這個話題不要在那個 就是 慢慢看他發展 他是一定會進步發展 可是我上次看到有一些 講法 我覺得也蠻合理的 你看 我們舉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 除了 續航里程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你說續航里程電池容量可以增加 或者是說這個 充電站的分佈 也預期的到一定可以增加 可是你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充電的時間 他還是一個 麻煩的事情 你看我們手機 已經發展這麼久了 現在手機的充電 其實還是 只有比以前快而已 還是沒有辦法 到一個 里程碑 有沒有 你看以前手機可能 一天要充 兩次 有沒有很快就用完了 然後以前我們在用那個手機還有分那種加厚的電池 3310 3210那種的電池還有厚的那種你知道嗎 有沒有外廠 副廠有出那種高的電池 整隻手機拿起來嗎 好大一圈 你看幾十年的時間 現在電池它雖然縮小了 在一個扁扁的地方 可是你還是得要可能一天一充 而且你充電還是需要一段 蠻長的時間 還是沒有辦法說 我插下去10分鐘充滿了 所以其實這個的進步沒有想像中的快 就像有人講 電池的極限 其實目前就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你說有在進步 有 可是我覺得它的進步 好像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種 跳躍式的進步 還沒有出現奇異點 你咋奇異點嗎 不是那還有一些問題啊 你把速度弄那麼快的時候 你會不會 因為常常快速的 充放 造成你電池的壽命減短 或者是溫度特高 你要快速的轉換一定會有一些 副作用嘛 這理工比較知道我是不知道啦 我的理解是這樣啦 你要快速的把電灌進去 那你一定有副作用啊 發燙啊 會燙起來嗎 會爆炸嗎 會爆炸啊 有沒有安全的問題啊 會不會壽命減短啊 等等等等 我的理解是一定會有副作用啦 我的理解是這樣啦 有沒有電池壽命真的會變短 溫度也會上升很多 也許做得到啊 車子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車子也是一樣啊 你要很快的可以充放電 那一定會有衍生出其他的問題來 拜託給 質量守恆 你是 我以前 冷凍空調科的 計程車有推過吃瓦斯 小師哥有收過嗎 講到這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 公司的加油站這邊 後面本來就是 加氣站 後來他現在廢除了 那把這個地租給我停車 那我有跟這個 老闆 聊天他就說 當初政府說有補助 瓦斯加氣 所以他們就花了不到幾千萬做這個東西 零補助 結果加加加加加到後面 事情做一半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主流了 跟這個 若干年前的柴油車是一樣的 總是會被 淘汰掉的 結果後來 一天沒有兩台車來加 結果算一算 那個錢回收不回來 你知道嗎 他要挖瓦斯草 做保護 什麼小的 就在那邊幹狗 說政府說要做什麼 我也對著做 不然 沒差小力 瓦斯車以前確實 很容易造成 一些 氣缸的 損耗 以前的計程車 很多是裝瓦斯的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Wish的那個影片 我跟大家分享過 是不是有很多 以前那一陣子有很多車廂 喜歡買 計程車回來 改成自用來賣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們都會避開瓦斯車居多 很奇怪 用了瓦斯燃料之後 那個原理我不懂 他們說氣缸容易磨損 那引擎都很虛 那個虛的感覺就很像 比如說有些自然進氣車 以前土炮 自己改加裝渦輪 渦輪超完之後 把渦輪 要賣車的東西都拆掉 然後再賣掉 那個車引擎開起來很虛 非常的虛 然後毛病很多 所以呢 很多這個車商 他雖然是靠這個 把計程車 改回自用再賺錢 他們都不碰這個車 後來慢慢慢慢 一船十 十船百 大家都不愛瓦斯車了啦 連計程車司機 他買了計程車 他都不想改瓦斯車 因為他們都覺得 車改完很虛 熱車正常行駛水溫 是105 107 差不多100左右 每一款車不太一樣 你像 BMW有得到110 熱車行駛水溫 我跟你講 我常常會遇到一些 消費者的問題 他們可能去加裝一些 OBT2 然後看到一些 水溫 然後問我們說 這水溫是不是太高了 是怎麼樣 因為每個廠牌的工作溫度真的不一樣 再加上最近 天氣熱的話 工作溫度有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你可能 你如果想要知道你的工作溫度多少 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一般你這個車型 這顆引擎的工作溫度大概是在多少 那第二個是說 外面加裝的 OBT2的那個 抬頭顯示器 水溫表 他不一定是準確的 所以也不能太過於相信那個表 那我跟大家分享過 OBT2真的不要亂接 我真的遇到很多 你包含這個伏特系統的 Movo系統的 甚至 SS4 我也遇過問題 Yaris 自己加裝 OBT2抬頭顯示器 也出過問題 還有我的BMW 有沒有 之前夠了 我都懷疑是 抬頭顯示器 OBT2那個關係 所以這個 要加裝 抬頭顯示器 要注意 問問看信貸 Lightbank 樂天 純網銀 可以給條件譜 上個月搬到1.65 100萬 這個也常大家遇到的問題 我來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正常來講 因為信貸 有人說我信貸才幾%幾% 你要記得 你要算開辦費 信用保險費 有一些額外的費用 阿利亞招比較多 辦理車貸 不管你是辦 10萬 或者是100萬 他永遠就只有一個開辦費 是3500塊錢 動保設定費 含銀行人員的對保費用 3500塊 之外就不會有任何 費用扣除 那我記得信貸他會有一些 手續費開辦 他會有很多明目 然後什麼信用保險費 有的沒的 好我不管 你要記得 當你要比較 車貸跟信貸的利率的時候 誰高誰低的時候 你要記得把 這個 費用也算進去 利息的一部分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信貸有沒有可能像剛剛 Rex講那麼低 有 幾個狀況 軍貸 軍公教人員 公務人員 有一些這個貸款的補助 或者是有一些銀行 你公司夠大 有一些銀行對於你們公司的新轉戶銀行 有沒有 會給員工 你在那邊年資夠長 會給你們一些優惠的利率貸款 有可能會比較低 或者是有一些專案 像剛剛講的什麼Lightbank 樂天這個 有可能他是專案會比較低 反正多比較 但多比較要記得 把信貸的那一些 額外的費用算進去 所以你在辦的時候你要先理解到說 我辦你這個信貸 有沒有什麼額外的費用 才一併算進去利息 算才會準確 你不要看有時候差個 信用保險費 幾千塊 1萬多塊2萬塊 那個就是利息錢 所以有一些這個你 公司的幾百大的那種 5千大上市櫃 上市櫃5千喔 有可能比較便宜 有 我有遇過 有個軍貸我遇最多 可是軍貸有個很討厭的地方就是他的時間會拖很長 他的開辦費的時間超長 有可能是沒辦法提前結清 也有可能 所以你們都要問清楚 你還要看他的條件 例如說車貸只要滿 通常都滿13個月你都可以 隨時提前結清 但是有一些他為了要 賺足你的利息錢 他會說你 不能提前結清 提前結清要有違約金 這一點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跟你辦手機一樣 綁約綁多久也是很重要的 有人說貸款要換成總費用 年百分率 APR去比較 這這麼專業吧 才會是同一個基準點 沒錯我剛剛講的就是類似這樣 基準點要相同才能夠比較 好不好 車貸 你前面的 月前面的期數你還到的 利息的比率越高 他就是怕你提前結清 所以月前面的 你的月繳款裡面的利息佔比是越高的 不然他要賺什麼 有時候到後面你提前結清反而不划算 因為後面已經沒什麼利息 利息都變繳完了 這個就是私媽媽 借貸的由來 當初為什麼會有私媽媽借貸這個 名詞 Slogan出現 就是 我常常會 奉勸我的客人說要去帶什麼帶什麼 我都會說如果爸爸媽媽可以借貸的話 跟爸爸媽媽借一下 第一個 還款 自由 自由度高 對不對這個月手頭比較緊 媽 不好意思 開銷比較大 還款自由度高 對不對手續減變 回去跟媽媽 按一下 媽媽我要買車 不夠錢 沒有貸款 小孩還要給我賺利息 對不對 利息錢我寧願給媽媽賺 也不要給外面銀行賺 對不對 你只要口頭承諾就好了 都不用簽什麼東西 還款自由度高 申辦容易 審核容易 你面試就好了 口試就好了 你知道嗎 酒爪 酒爪我這個行李 比如說口頭承諾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還款自由度 額度 額度這個減變 額度講好就好了 再來一個 你要 利息要給外面賺 不如給媽媽賺 對不對 講好聽都是說 外面賺利息 我不如對不對 給你賺利息 我可以給你更多 沒關係 到最後你不要 沒還就不錯了 他還奢望你的利息 這就是 私媽媽借貸的由來 就是這樣 你沒繳 車子又不會被拖走 綿綁約 沒有什麼利息還前面 本金還後面的這種東西 還是生息 沒有這種東西嘛 想還就還 不想還就不要還 也不會追殺你 也不會把車拖走 還到最後都沒還 所以媽媽貸款是不是好處最多 媽媽 就說你先簽賣生器 拜託 我這一輩子都是你的媽寶了 還要簽什麼賣生器 沒有啦這真的 不過這真的也是 認真講起來 這也是真的啦 如果是家裡是可以 當然你家裡 爸媽媽的很難口 對啊你不要隨便把人家的退休老本都弄掉 如果是家裡 爸爸媽媽有餘利的狀況之下 真的是他也很願意資助他的 兒子女兒嘛 我真的認真講嘛 你如果真的有能力 你除了定期還 你比外面 的利息高一倍 還給媽媽 也覺得沒什麼 你外面 比如說還完利息要多5萬 你最後 多還媽媽10萬有差嗎 你也不會那麼心痛 不用在那邊算半天說 差1%差5%差幾% 對大家都好嘛 對不對 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錢給家裡人賺 這個是真的啦 這個是確實的啦 不是說鼓不鼓勵的問題 你不要 連媽媽都 有些 買車連爸爸媽媽都來做保什麼的 那個就很硬了 你知道嗎 那就代表爸爸媽媽也沒有那麼的 好過了 你要買一台 三五十萬的車 結果連爸爸媽媽都出來幫你做保 喔那個就真的買的有點硬了 對不對 好啦 大家禮拜五見啦 會員朋友禮拜五見 沒有的話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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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啦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デュアルレンズ FRODO 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性価格 對我保證您是原價周回 大家晚安 晚安